因為我現在很晚的關係 所以我開了窗 大家可能會聽到很多車聲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平時通常夾頭髮之前 我多數都會洗頭 因為我覺得洗完頭髮之後 做出來的造型會比較漂亮 但我也有沒有洗頭 直接夾頭髮的情況出現 就是當我太趕時間 或者是我覺得 懶 最大機會是懶不想洗頭 然後我就會這樣 我昨天晚上洗完頭 到現在的狀態 睡覺後頭髮會有點 扁扁扁的 但我也會有方法 盡量看起來好像洗完頭之後 有那個弧度 因為我夾弯髮的支力 都超多年的 因為我甚少會這樣直髮 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平時出膠我多數都會夾弯髮 就是因為我本身的頭髮其實是弯底的 所以硬把它剩直 是一件很難的事 我覺得很久之前 墊過負離枝 然後頭髮不知道為什麼 自然變得沒有那麼弯的 但是我洗完頭之後 其實都是 好像金毛絲王 用什麼洗戶產品其實都很重要 這部分可以之後再詳細拍一個video 跟大家分享 首先 夾頭髮之前 一定你的頭髮要唇滑 首先一定要用梳 梳 唇 不要等它打卡 然後想夾 才會比較漂亮 如果你洗完剛才夾的話 你在吹頭那個步驟 一定要塗足夠的護髮產品 其實我平時懶 我就會直接想夾 但是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把它分成平均地兩拍 夾在上面那個拍線 我這一兩年的慣性 都是用捲髮器 因為有些人會用直髮夾去弄 但是 我就沒試過 我覺得有捲髮器為什麼不用捲髮器 但是我最近也買了直髮夾回來 然後我也打算試一下 用直髮夾去做造型 應該不久的將來 我也會用直髮夾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樣夾頭髮的 我這個捲髮器 CKI 38mm 我自己喜歡比較粗一點的捲髮器 因為我自己喜歡大鑽 大鑽做出來比較羅慢一點 就是比較自然一點 所以我通常自己選的 我一定是32-34 然後我最好就是選擇 有些膠度數的 我通常推到最爆 這個是220度 如果我覺得捲髮器太熱的時候 我會怎樣 我就會打開這個夾面 然後不斷狂擋它 讓它降溫 然後 其實大家如果有看我 那條捲髮的隔壁片的話 平時的捲髮就是 外來外來的 但是我最近的捲髮方式 就是我只會向一個方向 因為我覺得一個方向 其實這樣看上去會更加寒 還有其實這個 只是一個方向的這個夾法 我們同一個就是買了一次我整頭 然後我跟髮型師去學的 然後我就覺得它捲這個方式很漂亮 還有其實我也留意到很多 街上的寒妹 很多時候我覺得很漂亮的鑽度 其實它們很多都是同一個方向 自那次之後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會夾一個方向 那我就會向外夾 因為向外夾整個感覺會更加lady 然後浪漫 看起來比較隨興一點 然後把下面的頭髮都分成兩邊 然後其實每邊剩的頭髮都是很少的 然後每邊再大概分成三份左右 然後我自己慣性做法 然後我就會直接這樣打一個夾 在中間這個位置 其實都會靠近髮根的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下手 然後這樣向外卷 然後大概兩三秒三四秒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滑下去 因為越靠近髮尾的位置 頭髮其實就越弱 加上我有染過這麼多次 所以越靠近下面的位置 我就會拖下去就算了 然後放手之後 我會這樣放在這裡 不理它 因為現在要等它凝固 所以就不要攪它了 拿第二側 然後又一樣 在差不多的位置 這樣下手 然後開外卷 然後一直這樣拖 然後拖到最後 然後放手 然後又是很漂亮的一個 軟度就會出來了 因為溫度越高 然後你頭髮拿得越少的時候 它整個過程就會快很多 就是你頭髮拿得越細 其實做出來的效果就越好 我自己覺得 但是很多時候我懶 我就會直接很大汁這樣捲 相對地捲的時間就會變久一點 然後你會看到有時候會不小心滑出來 然後很明顯這一汁就不太弱了 然後就再捲多一次 其實真的捲得多就會知道 拿幾大汁 還有要停留幾多秒 是最適合自己的頭髮 因為其實說真的 每一根頭髮的粗幼度都不同 因為我自己頭髮呢 就是偏粗偏硬的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做這些造型 是相對性地 比一些軟細的頭髮呢 是容易很多的 那大家就會看到這邊 就是完成品 你會看到這樣有三條 但是我不會理它 我就這樣放在這裡 那這邊呢 就要反方向了 好啊 一樣分開三側面 就是靠髮根這個位置 這樣向外捲 然後就是 有一個很漂亮的軟度 我這邊的頭髮好像比較多 所以我可能會分多幾側 其實全部的方向呢 一致就可以了 然後在髮尾這個位置 停一停 好 大家會看到我捲了外面的頭髮 然後裡面的頭髮 怎麼辦呢 很多人都會這樣捲 但是呢 大家千萬不要 因為我試過這樣 然後 弄傷自己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很危險 不要靠近自己的皮膚 其實寧願你這樣 這樣抽出來 這樣捲 會絕對的安全 大家看到其實呢 我有時會夾了其他 汁的頭髮 這樣 我就不會特意把它分開 因為反正還是要夾亂 所以我就會有它 還有呢 有時呢 我覺得它好像太軟了 頭髮太軟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把它 用熱力這樣把它拖一拖 先 我把它拖順 然後 才會夾 這個是我自己的個人習慣 我覺得這樣會更加容易捲 那個汁頭髮 然後 上面的半指頭髮放下來 好 然後呢 大家會看到其實呢 我就是有陰 然後其實我不算是有分界的人 來的 但是頭髮也會有分線位 那分線位就會中間 如果我想頭頂 比較蓬一點點 會怎麼辦呢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就會靠吹 吹拱它 有些人呢 就會是用那些 縮米夾這樣去夾亂它 但是呢 對於一個懶和趕時間的人 可以怎麼辦呢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其實好像是這邊比較扁一點點 那我就會把這邊的頭髮放過去 但其實 你看到呢 我把頭髮放過來這邊 要拱很多 其實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待會把頭髮撥回來的時候 那那個拱到呢 就會出來的 那上面的頭髮呢 我就不會特別去分部分的 那我就會逐少逐少這樣拿來捲 那呢 我上捲的位呢 其實大概都是 都算是高的位置來的 然後就會這樣 下手又在開外卷 然後一直這樣拖 但是其實你看到 雖然我下手這個位 它也不會說真的 弄得不得了的 整個頭夾完之後 還可以慢慢再調整 你夾頭髮夾得太低地下手的時候 變成只有下面 然後上面是扁踢踢的 其實是超不好看的 還有呢 我自己有個夾法呢 就是 這樣拿完整頭髮之後 我比較少會遷就 我通常呢 就會把它這樣 橫拉 是這樣打橫拉 然後這樣上這裡夾 因為這樣夾完之後呢 這個位呢 其實那個蓬鬆感 才會出來的 因為這邊的頭髮其實是 會下來的嘛 裡面的頭髮其實就要 做一些層次 讓它有位置去脹出來 尤其是呢 越靠近這個 這個後尾枕的位置呢 就越需要這樣做 因為呢 睡覺其實真的會睡到 整個後尾枕是超級扁的 所以這個方法其實是有幫助 可以令到頭髮再看下去拱一點 然後其實我把頭髮撥過來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這個弧度 有時候呢 你覺得那個弧度 不夠你 可以這樣再捲一捲它 我其實發覺有很多呢 都是我平時的習慣 然後我還是要弄一弄一弦才知道 其實你會看到呢 我都是向上拉完之後才上捲的 因為其實這些小小細微的動作呢 都是可以幫助頭髮 沒有那麼快扁的 然後仔細檢查有沒有頭髮被遺留 是沒有夾的 頭呢就是這樣 大致上被夾好了 那我另外呢 再會加強頭頂的這些位置 向上這樣拉 然後在這些位置這樣輕輕 頭髮根部的位置 拉鬆它 但是小心這個動作 就不要拉到頭皮 多練習就可以了 其實以前呢 我會覺得 為什麼搞這麼多東西啊 弄一弄一弦頭髮 又會扁過 但是其實呢 有做和沒有做的分別 真的有在 你經過了一天 他的頭撻回 但他可能會有 剩下兩三分 那跟你零分呢 也是有分別的 那為什麼我不會在 夾頭髮之前做這個動作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在夾頭髮 那個過程時會拉斜到頭髮 然後這個弧度更快變扁 所以我就會放在最後裏做 然後呢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劉海的部分 因為這個捲髮型 它實在太粗了 那如果你直接這樣 放下去呢 是完全會失敗的 所以呢 我就會慣性用一個小的直髮夾 然後這個直髮夾 就是在box買的 那其實它還有很多個不同的款式 那但是 因為我只是用來夾 所以我就買了最小的了 因為其實它 預熱的過程是 都很快 那你不用等它完全熱 然後你就可以 慢慢慢慢這樣夾 那當然啦 也是頭髮 要順化的時候呢 要去夾是最好的 其實韓妹們真的非常重視他們的 我現在的流海其實有點偏長一點 所以 我自己覺得如果 那些流海再短一點去夾的時候呢 會夾得更漂亮一點的 因為我的夾也是這麼小 所以你的頭髮也是越小 越薄 越好的 將頭髮分層 然後這樣 一個弧度去夾 我自己覺得呢 夾整個頭呢 最浪費時間呢 就是 流海的位置 因為我自己覺得 你的流海夾得衰 你整個頭就會衰了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流海夾得不好的時候呢 很猛狀 然後就 算了 直接戴帽出街 因為戴帽出街的時候 其實你頂毛會遮住 這一部分 其實我覺得 流海最容易弄得不漂亮的 就是這個部分 我現在夾頭髮呢 都很浪費時間的 大概都要 15分鐘起跳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我說 我懶 就是出街前 會不想洗頭 就是因為呢 我吹頭也是15分鐘起跳 因為我的頭髮是 漂染過 所以 漂染頭髮是超級難乾的 所以 加起來 座底半個小時 整頭呢 是走不掉的了 大家就會看到我這裡 會有個弧度 對 然後呢 旁邊的這些頭髮 其實剛才呢 是不斷以捲髮器 那樣帶過的 但是如果有時候覺得不夠的話 再這樣加強一下 又是向外 這樣去夾 好 那這個夾夾 其實還有好處 就是剛才呢 夾這些 頭頂的這一位的時候 因為它夠小 它可以更加貼近這個邊 然後你可以這樣 再放在這個位置 撐一撐它 然後把頭髮撥過來 那就有一個很漂亮的弧度 那這個就是完成品了 撥過來前面兩邊 就會看到一個超級大圈的弧度 然後它們都在同一個方向 對了 那我自己呢 就很少很少 夾完之後呢 會再用梳梳開它 就是我個人是沒有這個習慣 純粹是我個人不太喜歡的 但是 很多的髮型師呢 他們都是會特意梳開它 因為有些會覺得呢 這樣看到一條條頭髮不漂亮 但是我自己呢 就喜歡看到明顯有一條條 一縮縮的這樣 亂度的 所以這個呢 純粹是個人自己的喜好 我覺得有洗頭和沒有洗頭的分別 不是說真的那麼大 但是有洗頭的話 因為你 就是完全一個清爽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出家出整天的話呢 整個頭那個持久度會好過沒有洗頭 但是我覺得呢 洗完頭之後再弄的話呢 你的頭髮一定要吹得很乾很乾很乾 因為如果頭髮不在一個完全乾的情況之下呢 它是很難會完全定型的 所以這一個呢 就是要注意的地方了 那至於呢 捲頭之後我會不會上一些造型的產品呢 那如果我知道我當日可能是要出街很久 就是超過十個小時的話呢 那我就會噴一點的 那我自己就喜歡Spray多一個髮蠟 或者其他gel那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Spray是最自然最輕 最沒有負擔的對頭髮 或者是那天下雨啦 濕度是非常之高的話呢 那我一定一定會噴Spray的 因為我都不想這樣 我弄了那麼久的心機 然後一出門 就直曬了 真的非常之傷心 所以呢 在香港呢 還有在台灣呢 我也是覺得 挫敗感會非常之嚴重 因為我暫時未找到一個 可以令頭髮 是保持到整天的方法 我也盡量努力在找中 因為韓國天氣真的比較乾 我當你是六七個小時 其實是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的 還有呢 夾的當下呢 我會故意夾軟一點 因為 始終隨著時間的過去 有地心吸力的關係 那它是會變得比較自然一點的 對啦 那這個就是我近來 這段時間夾頭髮的方法 也是大家問得最多的一個髮型來的 那希望可以解納到大家 但其實呢 我覺得大家平常在手段整頭的時候呢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髮型師 究竟是怎樣幫你做這個造型的 因為其實呢 我有很多的這些技巧呢 當然有很多是自己 後來摸索回來的 但是很多 一開始呢 我都是向不同的髮型師去學習 夾頭髮的方法 或者是 平時一些我覺得 不需要理會的地方 比如是 把頭髮分很細層很細層 把頭髮分很多層去夾的 這些方法 其實全部都是向髮型師學回來的 所以 偷思是很重要的 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大家去髮型店 整頭的時候 記得要偷思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我喜歡這個髮型分享的話 幫我按個讚至於我 記得follow我的IG 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更加多的洞坑的啦 那不要忘記按訂閱和朋友的鐘仔 就不怕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那我下條片呢 應該就會分享一些 我平時是怎樣 護髮啊 或者是 挑戰之後的一些 護色的方法 那大家如果是想知道的話 不要錯過下條片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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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